发作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看得到的症状 我们也不用管它是不是喝酒得到的 那你说枝子跟豆豉都是那个枝子豆豉结构的基本配备 那大黄只用一点点用来排毒 然后靠着这个纸石呢 在帮助这个肠道把一些东西排掉 所以它的结构上来讲 算是比较单纯 也蛮容易理解的 那么这个枝子大黄汤啊 临床上还有另外一个用法 就是枝子大黄这两味药 可以另外做一个方子 叫做枝黄散 枝黄散是一个外敷的药 它就是把这些药物做成药粉 然后和一些酒吧 就是大概绍清酒之类就可以 和一些酒 然后呢贴在你那个肚子痛的地方 那它直接可以药效从体外透进去 那这个枝黄散我们一般用的那个方济结构呢 是这个比如说枝子三 大黄 生大黄三 然后土鳖虫一点五 三七一 泡腹子一 赤小豆 就是红豆三 差不多这个比例 那这个比例 你把它一罐粉放在那边啊 如果是胆囊发炎 或者是胰脏炎啊 胰脏一线炎之类的东西 它这个身体你觉得你这个地方在痛 痛得好厉害 这里就特别痛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把这个药粉用九条了啊 然后按在上面 然后包扎起来 那通常要连续接触皮肤 差不多十个钟头以上啊 就是包了过夜的意思啊 那它这个透过皮外的这些东西 这个药效啊 可以透得进去 然后里面的那些胆管啊什么就打通了 所以这个它的退黄效果 其实类似的这个症状 你要用内服也可以 用外服也可以 那其实我是觉得这东西 内服效果一定比较强嘛 对不对 就是外服 但那为什么要讲外服呢 因为脂黄散呢 是一个伤科非常好用的药 就是呢 如果你的那个伤科受伤啊 是伤到骨头 就是硬的组织的话 那脂黄散没有大用 破皮它也没有大用 但是如果你受伤的是软组织 比如说扭伤脚 那种扭伤的那种东西啊 软组织损伤的时候 它就特别厉害 所以那如果扭到脚的话 就这样子 通常就脂黄散酒啊 调了 把包扎起来 那这样子好的是非常快的啊 就是各种软组织的受伤 这个 是可以用脂黄散的这个 呃 外用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猪高发尖 这个用猪油尖头发的这个方啊 在这个 他的这个条纹 我觉得我们看桂林本是比较轻松啦 他至少有说这个精益枯燥啊 这个人很缺水 然后色暗不明 整个人嚼哭嚼哭的 他说这是因为热到了血分里头 所以用猪油尖头发 可是这个热到血分里面 这个东西你讲起来也是让人觉得 好奇怪 因为阳明病啊 如果热到了血分 其实我们在上阳明篇的时候 有一些其他条是在讲热进入血分的状况 那这个 猪高发尖啊 猪油尖的头发 你吃下去 果真这个人血分就会凉爽了吗 其实也不见得啊 所以他的这个热入于血分这件事情 到底是在讲什么事情 我们在这一点上要先存疑 那么 另外一点呢 就是猪油尖头发的这个方子啊 我们上海杂病论还用在另外一个地方啊 就是用在妇人阴吹 那这个妇人阴吹就是一个女性同胞 她的这个阴道啊 会有放屁的那种状态出现 就是阴道里面有空气跑出来 那么 这个 阴吹的这个状况呢 我们的那个书上啊 有给他一个 有给他一个病基 那个病基他写作 古道食 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消化道啊 这个吃 因为我们说古道跟水道怎么分啊 就是这个人吃了营养的 有吃了食物对不对 水抽出来从膀胱出来就叫水道嘛 是不是 那留在这个肠胃道里头这样子一直抽 最后变成大便的是古道嘛 她要说 这是因为古道有什么东西太多了 然后跑到水道那边去了 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一个问题 那么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用猪油尖头法会异得好呢 那猪油尖头法 好 我们历代说这个猪油尖头法具有化瘀的效果 那 那这个阴吹跟化瘀有什么关系 这没有关系啊 是不是 所以 这一整组的病症啊 我想我们可能要先退一步 我们回来想一想 中国人心目中的头发的要性是什么 然后再回来看这个方济 那么 我们的这个神龙本草经讲到头发的这个效果啊 他说他是治疗五龙观隔不得小便 其实五龙啊 就是五种病因造成的这个尿道不通 那观隔呢 上面吃不下饭 底下尿不出尿 这个都是很严重 我让他写说沥水道 所以他的前段的描述 可以让你看到说 好像头发在神龙本草经的前面 好像第一的主制就是通小便 那这个在张仲景的方子里头啊 杂病的部分有一个治疗小便不通的那个滑石白鱼伞 那这个滑石白鱼伞里头呢 用的是滑石还有书里面的书渡虫 然后还有这个头发 所以这样子的话 好像这个 他的的确确是可以体现出这个通小便的效果 好 那么这个药物他能够通小便 他是凭什么通小便呢 他到底在我们身体里面是做了什么事情 而让这个小便能够通 那么我们如果跳开古方的世界 特别强调他通小便这件事情的话呀 其实我们中国人啊 用头发烧灰最常用的是什么 是血症 而且是各种血症 这个头发灰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啊 他能不能化淤血 可以 他能不能止血 也可以 就是他对于血 就是你的血分呢 好像任何一种的血分的这个不听话 那甚至讲的更夸张一点就是 掌骨刺的都有时候算是血分不听话 不是绝对 我只说可能会挂倒 就是各种的血不听话这件事情 他都可以啊 所以又化淤又止血 这样子的一个双向的一个 一个效果的药物 那像那种如果是 就是产后血崩那种的话 那马上头发会吞下去 那还是有效啊 就是很多方面的血症 那流鼻血的话 头发会吹点到鼻腔里面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奇妙的药物 那么 那他这个小儿贤大人静这个东西 我们先不论的话啊 那你 其实讲到小儿贤大人静啊 也可以说是 在讲头发这味药是一个补血的药 怎么讲呢 因为小儿的这个闲症啊 如果真的是弹瘾的话 那个头发管不到啦 那头发管得到的啊 只有那个心气很虚 心阴虚的那一种 小孩子的那种发热的那种神智不清了 那一般来讲说是 小孩子有时候会有一种状况 就是他受到惊吓 就妈妈骂了他或者怎么样啊 就受到很大的惊吓之后 他这样子绷着绷着 然后那天晚上开始发高烧 就他的情绪激动之后 开始发起高烧来了 那那种的话就是用 鸡蛋黄去煎头发 然后那说是 其实蛋黄煎的会 到最后会煎出那个 很臭的那个蛋黄油嘛 那听说蛋黄在煎的时候 如果加了头发的话会 那个干干的蛋黄 会跟头发一起消失化水 就是做完那个水比蛋黄油要多 然后拿那个水去喂小孩 去吃这种受精之后的发烧 那么你也可以说这个东西是阴虚哦 就是一种震血啊滋补的 那这个大人禁 那大人的禁病 那典型的就是人干掉了 对不对 经络因为发高烧干掉了 所以会禁病 所以从小而闲 大人禁来讲的话 都好像在提到这个头发 这味药的一个 比较属于滋阴 甚至可以说是补血的效果 那当然你说如果这个人失血过多 我们吃点头发灰好不好 那不是啊 失血过多 我看还是吃枝干草汤比较快啊 就是当归补血汤 也就是那你 因为像昨天我教到头发是这种血症都医的话 那那个陈柱教他也觉得奇怪了 那他说那为什么还要吃大黄浙虫丸呢 我们头发剪下来稍稍吞不认啊 我想大黄浙虫丸那个是已经 血已经老了死了 就是已经干到那个头发不太不太认得出来 或者不太找得到他 我想头发他能够处理的那一块 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状况的 就超出那个普通状况的范围的话 可能头发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好啊 真正补气有补气要可以吃 补血有补血要可以吃 那么头发他的这个功效到底是什么呢 那么神龙门草经最后那一句话 到时候还是有一点意义的 他说人自还神话 就是头发这个要讲来讲去到最后是什么呢 还是回到神话 那什么叫做神话啊 就是中国人说这个关系到血液啊 最主导的脏是心脏嘛 对不对 这个心生血 皮筒血 肝肠血 那这个血到底最重要的脏气是心脏 那么心脏里面是藏着神的 对不对 那这个中国人会觉得血这个东西啊 如果我们从西医的角度看 会觉得血液是什么骨髓造出来的 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 但是中医就觉得血这个东西 它的初始状态就是心中藏的那个神 然后那个神化出了血 然后这个血在身体里面去他该去的地方做很多事 那如果你的身体里面血有多的话 那多出来的血呢 身体就会把它保存起来 把它结晶成一个叫做头发的东西 所以头发就是血走到镜头之后的血的化石 因此中国人如果我们到药局去买 说我要买头发 人家说不定还不知道是什么呢 我们要说我要买血鱼 对不对 发为血之鱼 因为中国人认为就是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那个人体的那个气机的转变啊 就心中之神引导的心去做些事啊 引导这个血 最后最后最后它是变成头发 那我们说眉毛是什么 眉毛是气鱼啊 就人气太多会变成眉毛 那胡子是什么 是肾鱼 对不对 所以是这个 尼海夏先生说这个女人有月经男人有日经 男人的日经就是胡子 这个讲法也是有道理的 那这个 像这样子的东西啊 因为它是这个血经过了 好像在中国人的思考里面 它的血经过了所有的变化之后 到最后变成了头发 所以头发这是血的终点 那你全身的血呢 我们这样子想讲好了 就当你的血有病 比如说瘀血也好啦 出血也好啦 好像都是你身体里面的血啊 失去了方向 漫无目标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那你把这个头发烧成灰 吃到身体里面之后啊 就好像我家里面啊 我妈妈老师会提醒我说 儿子啊 你要想想 等到你死的那一天 你希望你的后人在你的墓碑上磕什么 你现在就要好好努力啊 就是他讲这种话 所以这个血鱼的意义 就是他让头发感觉到他最后要去哪里 不是 让血液感觉到他最后要去哪里 然后就给了这个血他该去的方向 所以你说他补血也对 说他话语血也对 他就是对于这个人的血 有这种导症的功能 那我们说他为什么能够治疗这个阴吹又力小变呢 其实力小变跟治阴吹是非常类似的一件事情 因为讲到这个心中藏神 我们这个地方如果真的有一颗无形的心的话 我们中国人会讲到什么 讲到说我们脾胃啊 消化了食物 那我们说消化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把 就是要分销水骨嘛 对不对 就是水要抽出来 然后剩下的渣渣留在肠胃道里头 这个过程脾胃在抽的时候会 如果抽到好东西呢会怎么样 会奉心生血 对不对 说宗教会产生人的银气 银气的 银味的银嘛 那这个银气是要干嘛的 是要端上去给你这个心品尝一下的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 奉心生血的这个机能不好的话呢 那这个胃分销水骨就会笨笨的 那理论上比较好的状态就是 精华的东西收进来到银气去给心脏 那这个抽掉的水呢就进入三胶水道啊 然后进入膀胱啊 那你放了头发在这个人的药物里面之后 这个人吃到了头发呢 他的身体就会就会能够好像自我唤醒这个机能 于是他的水就归水 就他能够在雪这一边啊 告诉这个雪说 哦 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不是我们要的 不要让它进来 我们我们这个才 就是说好像那个家庭主妇在菜市场敲西瓜一样啊 这个西瓜比较好 那我们要 那个不要 就是这个样子在那边挑 所以他会挑 那挑了之后呢 那归水的就归水啊 归哪里就归哪里 于是这个阴吹的病啊 也就顺便就医好了 那这个通小便也是类似的意思 就是说他在处理他的雪分的时候 他会把水踢到该去的地方去 那踢出去了 那就比较能够把小便打通 但基本上你可以说到这种化淤的药物啦 那么 那头发 猪油煎头发这个方子啊 他说要用猪油半斤 现在同学知道哪里可以买到猪油吧 可以啊 就是老一点的杂货店 还是有的 一桶一桶卖很便宜的 25斤一桶的也 也三三百块三四百块 非常便宜 那如果你不想买整桶的话 就什么大卖场 跟他要那个 还没有炸过的猪油 自己回家炸一炸就有了 那 我想不要去买那什么维利清香油啊 那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油了啊 就是 做的好像有点太过分了 那么 基本上我们说这个猪高发肩 因为猪油是一个对人体很滋润的东西 如果以现代人来讲的话 又是很补肾的东西嘛 因为是重要的胆固醇来源 所以呢 他的一般的症状啊 就是中医 我们历代中医会帮他加一点主症 说你要用到那么多猪油 大概这个人呢 基本上就是大便也是干的啦 就人干成那样大便大概也是干的 所以就说通常这个人大便会比较难 说不定大便会有淤血的症状 就大便会带黑色 然后呢 血会比较干啊 之类之类 就是有这样的说法啦 那么 而且历代对于他的这个方济的效果 其实也一直有一种怀疑的感觉的 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觉得猪油是润大便的 所以就会觉得 为什么吃了这个药并不是从大便出 而是从小便出 那如果我们了解头发的那个运作的话 就会知道他并的确可能是从小便出来 就像肖石凡死产吃了之后啊 其实也是小便的颜色会变 那个脏脏的水会从小便排出来的啊 那这个 那这样子的一个方济啊 我想 一般来讲 其实得了黄胆病的病人是稍微需要忌口的 并不能够吃大清大荤的东西哦 就是还是要吃的比较偏素一点 在保养上面会比较有力 那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猪油尖头发 那头发放到油里面一砸 就变成黑黑的脆脆的粉状 然后就碎掉了 那其实 我们在临床上面是有一个用法啦 就是你就拿一碗猪油 一大碗猪油 然后头发就往里面放 然后就把它砸好 当然是会有一点臭啦 但是也不会说太难闻 各位同学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东西啊 其实 头发 让你到药局去买一团陌生人的头发 会不会觉得吃起来毛毛的 如果会的话 我会觉得 其实你可以做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啊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洗完脸 照个镜子 就随便剪一错头发 下来放个瓶子 其实每天这样子 随便剪一小错 每天剪一小错啊 你也不会太毁容啦 但是你这样子就存下来之后 你到了年底就有一大瓶的头发 是你自己生产的 当然那种有染头发的不要弄啊 不要用啊 但是要没有染的啊 比较 染过的不行了 就这样子你就可以存下一整瓶的头发 因为这个头发 这个血症啊 还是好用哦 就是 自己的头发 自己留着用 我觉得这个 感觉上比存期待血更有意义 对不对 期待血还要冷冻保存 是不是 那头发随便存就有 又不会坏 对不对 你看 哇 这个白骨的头发还好好的 对不对 那这个 就这样子存着存着 然后如果你觉得你有一些血症的病 或者你觉得你的肝肾需要滋补的话 其实平常猪高霸肩也是 我们也是这样 可以这样用 就是你啊 真的要你把那一碗炸完头发的猪油 这样子热热的喝下去 我看你也很饿 对不对 但是 如果你能够 满住你的家人或怎么样 你就去炸一碗这个头发猪油 然后呢 就放在厨房 不管炒青菜就炸一点 然后炒什么都加 不管做什么菜要用到油的 就捞那个头发猪油 然后全家就顺便饱干 是真的哦 是这样用的 对对对 对对 对啊 是这样的 就是有淤血化 就出血止血啊 对不对 反正就是 因为头发本身就是一个调血的药 所以 你就每天这样的存点下来存点下来 那一个月就可以炸一碗猪油 然后那一碗猪油你就自己 如果是单单身生活就自己烧菜就把它用掉啊 就是自还神话 自己把自己的产物 掐功了之后再回来补你的心中之神 然后其实 就是 虽然是有点可笑啊 但是的确就是这样用 那就是日常生活把它吃掉 这样就是可以调理这个虚劳的黄胆啊 这样子 那也化鱼啊 也修补肝脏 这样子 那甚至是 也有这个 肝硬化这个腹水啊 吃光是吃猪油尖头发就吃好的也有哦 就这个药还是很厉害 因为到底是力小便的这个中医排行 古代的方济世界力小便的药的排行榜的很很前面的药物 那所以 那这个我想拿来做菜总比直接喝药好吃吗 那如果你觉得它还不够补的话 那你可以顺便搭一点什么补肝肾的药啦 什么小件旗舰也可以啊 也可以搭配英尘503啊 就是大概这这个路数的都可以搭配着用 那我觉得像是消防伞也好 竹膏的发建也好 都是今天已经很少用的方子了 可是它少用 其实我觉得在我的感觉是因为它是一个我们非常的不理解的药物 所以呢今天用起来的感觉会觉得毛毛的 可是以这个我们目前可以得到的这个有限的这个资料来说的话 其实往往是在很不可思议的地方发挥疗效 那么这个像头发挥啊 就是如果你要做任何这个补肝肾的药 比如说什么环绍丹啦什么之类的 你只要拆一点头发挥药效都可以加成 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自还神化一番了啊 就是补肝补肾的药加一点点头发挥 那平常脏起来剪着剪着啊 那这个头发是这个效果 我没有考虑过胡子是什么效果啊 就是如果好像胡子把它剪下来 然后洗干净了啊 就肥皂水涮一涮 存起来的话 是不是可以加在补肾药里面啊 对不起就明天再来开发这个药啊 这个 现在想想好像有点想太多了 但是 因为头发就效果很好的话 胡子就让人觉得蛮期待的 那不然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课好了啊 依依 你